对 快点 都给我精神点 六月十五是休幕日 今天宫内的每一处 都要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你们几个 去茶园将茶叶摘尽了 是 你们几个 去回廊 将凉亭好好擦拭 是 你们去打扫偏殿 是 偏殿 就是枝贺公主的寝宫 是负不是货 是货躲不过 走吧 怎么才来 太承宫就连偏殿 都不值得这么风雅好看啊 这太承宫的每一处 都是帝君亲自陈设 自然是风雅好看 帝君还真是什么都会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把这木风蝶送进去 木风蝶 我曾听哲言说过 这种蝶平日木风而舞 御水就会掀起飓风 还不赶紧接着 姐姐 我们都是新来的 这木风蝶实在不是 我等能掌控的 若是出事惹怒公主 还得连累姐姐受罚 日后 让你们做什么 便做什么 现在不会 就多做几次 自然就会了 赶紧拿走 是 你怎么就硬下了 这分明是个烫手的差事 没人愿意做才塞给你的 放心吧 我从小就在我家乡那边铺蝴蝶 没问题的 小事一桩 九重天舞都上来了 这还能难得倒我吗 这灰尘飞得到处都是 气味也难闻 若是玉兄来我宫中了怎么办 快撒些花露 是 沐风蝶怎么还没送来 来了 来了 快点 快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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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为鲍文啊 千万千万不要暴露了你青秋地基的身份 是谁 公主赎罪 是奴婢错了 奴婢没有管好她 还望公主赎罪 你如此茅躁 险些伤到公主 太陈宫容不下你 公主恕罪 还望公主可以高抬贵手 抬起头来 义兄说了 对待宫中仙娥 需宽厚一些 便发你去打扫和堂 抹一抹你这性子 公主仁厚 你还不快下去领罚 是 谢公主 奴婢告退 小蝶 可怜 你也是倒霉 被卷入这场无望之灾当中 老是 你的 你也算有缘 然后 我 英语 这儿 我 你她 我 跟你的 你等我一下 我先找到用具 然后再帮你上药 就这个吧 是不是有点痒痒的呀 我呀 从小就是青秋第一条皮捣蛋 我经常会害我的小伙伴受伤 所以呢 我也就练就了一身上药的本领 这都是我的经验之谈哦 好了 糟了 帝君的东西 竟然用了具的原样返还才是 这怎么办呀 有了 九尾护尾间最柔软的猫 还做不出一只好笔来啊 听说帝君平日饮茶的茶具 都是他亲手烧制的 不仅如此 他琴棋说话无一不同 是天下少有的风雅之人 连整个太陈宫燃的香 都是他亲自调的 整个九重天啊 没有一个人能模仿得出来 我知道了 你是不想让我在帝君面前露出马脚才帮我的吧 谢谢你 这下就连味道都跟这里的一样了 帝君 你向来沉稳 为何今日如此慌张 帝君 有孟昊的消息了 这么多年都找不到 他隐居到哪里了 白水山 魔族南荒的白水山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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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